对于这个侄女的侄女出走 我个人判断假设未必对 等会听录音就知道了 只是我一个家人个人的猜测 有可能是这个做姑姑的 有意无意当中 给侄女说过什么话 这个房屋将来是我的呀 你没权利住啊 你要征财产啊怎么样 有可能使他会有这么一个敏感 这是我猜的未必对 揽幕组的编导通过多方途径 终于联系到了孙女 并把她带到了第二演播室 希望她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或许孙女的到来 能为大家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口 能平息这场亲人间的纷争 但是孙女表示 不愿意到场上 面对她的这些长辈 只同意在第二演播室 说出自己的心声 我当时住在这边的时候 是去年的10月19号 我妈就是一再参调说 不希望我和我爷奶奶 天麻烦呀 不希望我跟里边再住了 说她想跟里边过来住了 然后照顾我爷和奶奶 然后我当时其实跟我爷谈过 我说我不希望我妈过来住 为什么 我妈是有病的 根本就照顾不过来 那最后我终于不过来 那你愿意住住吧 你愿意照顾照顾吧 我管不了 那我搬出去呗 我就搬出去吧 从孙女的话中 我们终于了解到 大姐宫女士觉得父母年岁大了 希望经常过来照顾她们 但是由于她的身体也不好 所以孙女觉得这样做 会增加老人的负担 老爷子你这个儿子 说句老实话 可能小的时候有点惯 脾气不是很好 你姐姐现在是弱势 你姐姐今天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不是非常慷慨 陈词地说一些事 她怕把关系搞僵了 你一上台把你的姐姐 这事那事 讲了好多好多的不是 这样不会不好 子女和睦了 老人就安心了 知道吗 您问我爸 我怎么说的 我这房的事 等您不在那提这事 我说您留着房老实 这个 您谁知道哪儿子 或者哪姑娘不孝 您知道吗 您现在您不知道 您如果分完了以后 爸一翻脸 您怎么办